他是江湖上跟四叉猫 两大民众党克星 四叉猫跟民众党克星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不提朱学恒 上一次柯文哲跟朱学恒直播 为了要洗刷这个 这个士林这边的 这个百灵桥的案子 直播到一半 不安华开枪 马上直播中断 然后中断之后 朱学恒还笑柯文哲 这个人怎么走都不讲一声 然后柯文哲就当了没亏 在前面高华跟朱学恒直播 直播唱塔绿班之歌 高华又被出征 朱学恒这个人 他其实讲出来的话 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讲什么 可能问题是 最后都会导致 谁跟他合体 谁受伤 因为朱学恒就是一个媒体人 他没有受不受伤的问题 他只有我讲出这句话 有声量我们讨论 他就够了 可问题是高华是要选举的 你看他今天公开讲 这样林跟人还要不要当人 林跟人骂高华天经地义 我选举的人去批判 高华天经地义 同样标准 你朱学恒敢要求蒋华安 不准骂黄珊 不可能嘛 不可能嘛 你大小函嘛 你觉得蒋华会赢 你就觉得那我就去趁蒋华安 你觉得林跟人会输 你就去趁高华安嘛 大小函嘛 哪有这种事 我候选人呢 林跟人这样学 我是不知道花多少钱 几千万上亿都有 你管我要骂谁 我今天骂你朱学恒 告你刚好而已嘛 所以今天告了 所以一样建议林跟人 不要等三天 明天就去告 他既然讲了 他不会嘛 我觉得要立刻提告 别人就告他 对不对 告他意图使人不当选嘛 对不对 告他功劳五路嘛 好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黄世修这些人 其实我觉得根本就不足 不足以去影响整个大局嘛 整个大局 真正的状况是什么东西 真正的状况是说 当朱学恒 这样说 国民党哪些下三浪 敢把你跟人站台 再一个打一个的时候 哎哟 那是不是讲说 包含韩国瑜 包含朱立伦 甚至包含静明哥 包含讲话 都是下三浪 这句话 国民党吞得下去吗 对 对不对 对 我们就看国民党的反应嘛 所以我们要有志气啊 我就看 国民党是怕朱学恒一个人 怕被贴标签 贴标签下三浪 还是你有党格党魂 愿意去挺 你跟人一个人吧 我跟你讲 朱学恒骂完这句话 原本不想挺的 都得去挺嘛 都去挺了 不得不挺嘛 对不对 原本大家都会讲 你是不是不想挺 你是不是不肯挺 我接下来 明天开始 我一个点名 哪一个国民党不敢去帮 林克人扫接 林克人愿意找我 我也去帮你扫接 我不是国民党 但我可以帮你扫接 我就不爽嘛 我看主席人这种言论不爽嘛 哪有这种事 今天国民党站台 国民党的候选人叫下三烂 有这种事 对 这逻辑不通嘛 哪有今天国民党的名媒正取候选人 去批判对手 说叫做不是人 哪有这种事情 然后这种逻辑当然还鼓掌 这划天下之大击嘛 可是这个正好因为你说 当然这些人对选情无足轻重 可是现在乱到的是蓝营自己啦 这件事情就会造成蓝营分裂嘛 所以我就跟你讲嘛 谁跟朱学生站在一起 谁会倒霉嘛 到底会裂解到什么样的情况 裂解到高黄安的支持者嘛 我跟他讲 高黄安有三层是来自于林克人的嘛 这三层原本支持林克人的 现在支持高黄安对不对 然后这三层在朱学生嘴巴里讲说什么 叫下三烂 因为你原本支持林克人嘛 所以赶快归队吧 就会归队吧 归队了啦 蓝营归队 就会归队嘛 对不对 归队嘛 所以这件事情哦 原本高黄安这案子已经够难解 朱学生跳出来 把这个都喇一喇 喇得更烂 变一谈烂局 所以一定会 我跟你讲 这没有帮到高黄安 这真的没有帮到高黄安嘛 现在唯一能够帮高黄安 就是高黄安自己把自己正义讲清楚嘛 对不对 你去讲人家下三烂 讲人家不是人 越骂 原本支持林克人 寄情于高黄安人 现在全部会回来 对 刚刚可能掉第三 当然了 当然了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蓝营的支持者 陷入一种分裂的情况 竟然是炮打自己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朱学生可以在直播 狂骂林克人 40分钟 讲得非常难听 问题是明天如果是这个韩国瑜 这些蓝营大咖 还有立委等人要去站台的结果 难道朱学生也要站一个打一个吗 那你这个意思是什么 是有暴力恐吓的意思吗 再来我们看到林跟人他怎么回应 他就说朱学生直播内容严重背离事实 要求三天内以相同直播方式 更正不实言论 要回复名誉 否则就要提告 要对这个 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朱学生影射 他有去肉搜李中庭的前妻 那我们看到也是另外一位 来源支持者 黄世修 他怎么说 林跟人这几个月已经证明 他就是扶不起的阿豆 猛攻高宏安如同民进党的侧异 要请问靳兵员 为什么蓝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瑞德哥讲的没错 这是一场选举 撒喀都的选战 一个国民党 高宏安民众党 林跟人国民党 那民进党是沈慧宏 那当然林跟人不是去攻击这个沈慧宏 批评他 就是攻击高宏安 没有攻击沈慧宏 表示沈慧宏他个人的人设 没有他的资料 没有他的东西好攻击 那你要怎么样 那没办法 那你可以就政策面攻击 也不是没有 之前不管是新竹棒球场 或是相关市府的一些争议 还有东盟市场漏水的时候 林跟人都有提出来 怎么没有就政策 现在是整个逻辑错乱了是不是 变成他们这些以往是 其实也是支持蓝营的 现在变成要炮打了 站立一个打一个 我觉得你现在 因为刚刚讲的 高宏安的人设崩坏 出现了问题 他的感情的问题 我也不想去讨论这个 这是他人家私领域的 免得人家说我们在讲什么私领域 就讲违法的事情 我们从节目一开始讲到现在 就违法的东西 然后他自己不解释清楚 因为这涉及到 他有没有资格跟条件 当一个市长 带领一个新竹市 这很重要 因为行政的分级 跟你对助理之间的一些 那个他的一个钱财 还有法律的一个分级 这很重要 结果你不去讨论这个 因为你的支持的人选形象 人设崩坏 然后支持者恐怕会回流 然后恐怕没有办法再去支持 这个高宏安 然后本来就没有存在蓝白河 不管是新竹的高宏安怎么讲 或者是台北的黄珊珊这么讲 然后柯P也这么讲 柯P甚至说 从民众党角度来看 蓝白河是一条死路 我也认同啊 本来就没有蓝白河 哪有什么蓝白河 网路上说蓝白河没有了 不用再讲蓝白河 我服选国民党的这个林根人 我帮国民党林根人 讲话我们错了吗 奇怪啊 那我要加入民众党吗 虽然包括红卫兵之前都有 民众党跟红卫兵 都有能在网路上攻击我说 黄金平你要加入民进党吗 现在你民进党也不会找我了 我也不可能跟这个苏培议员 变成这个同志 但是你们不用拿这个来业余我 政党的分级就是这样 他是民进党 我尊重民进党的各种方式 但是我不会把民进党当成仇人 我们的敌人在对岸 我不会把他当成敌人 我们的选战 我们的政治立场尽畏分明 我们会为了政策理念 和不同的看法 想法我会跟减苏培 我们也吵过 我们也辩论过 但是 我不会为了拉下他 不择手段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去骂自己 曾经想要的国民党 那你其实在利用国民党 你其实说你在支持国民党 那你在糟蹋在利用国民党 对国民党让你看不起 我有志气 我不会跟你低头 对 近平也讲得非常好 讲得好 但只是说 现在对于来业来讲 恐怕真的是 如何去 这个修补或怎么样 因为显然现在乱政要开始 乱成新竹市的选营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我觉得我 刚刚近平讲得非常激动 我绝对了解他的心情 因为国民党里面 像他脑袋这么清楚的 没有几个 就是他跟这个叶元子 还是会在针对新竹这一局 不停的呼吁国民党的党员说 我们自己有一个候选人 叫做林根人 你们行一行啊 只有他们两个而已 其他人早在过程的阶段 包含高宏安因为资策会 去这个 占用资策会的研究报告 然后拿资策会的钱 然后变成自己的钱 等等的问题的时候 你看朱立伦怎么说 朱立伦说 民进党国家机器啊 在打压高宏安啊 我们帮高宏安 抱不平啊 不是就是因为朱立伦的态度 导致下面的人精神错乱吗 而只有朱立伦吗 不只啊 还有卢秀燕啊 对不对 卢秀燕之前还跟高宏安 穿着姐妹装 食指交扣的帮高宏安加油 苏美你讲 现在兰芝的精神错乱是不是 是啊 所以我就说 像竞平这样脑袋清楚了 没有几个 可是他们一直不停的在呐喊 可是幸好 竞平没有像这个郑昊一样 郑昊那时候 就是在这个韩国瑜的时候 太大声怒寒 结果人家听不进去给他开除 竞平现在还在这个 这个希望把国民党整个救回来 希望不会踏上李正浩的后途 不过我觉得 竞平讲的跟正浩之前讲的 其实就是你国民党 到底要给人家什么样的价值 你在政党竞争的时候 好民进党因为现在执政 所以你们要挑战民进党 但不因为这样 你就要去跟民众党苟合 跟他合在一起 然后乱骂 导致自己到底是什么党 搞不清楚 然后赵少康不是也是吗 赵少康的气保说 其实就是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高洪安 如果不是林恩人在这个礼拜 把高洪安的这个公费助理的事情 丢出来 赵少康的气保说 会是这个礼拜的焦点 大家就要开始讨论 是不是要放弃林根人 保高洪安 其实之前是搞到最后 在裂解蓝营 而且我告诉你赵少康 我跟你讲 赵少康其实在呼吁的是什么 在呼吁的是战斗兰 在最后的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全部出来挺高洪安 放弃林恩人 如果不是林恩人 因为把这个所有的资料 爆出来 而且这个事情 其实真的是非公理 一翻两瞪眼 这就是诈领助理费 这不是图利 这是贪污的重大的问题 才导致国民党的人 没有办法继续挺下去 我告诉你 赵少康这个东西 其实才是你们国民党的问题 而赵少康这件事情 会不会继续延烧 我认为会 赵少康讲这个问题在哪里 他其实是要校正朱立伦 他要跟朱立伦讲说 你看你现在这个地方的选举 搞不平 你提一个林根人 不如我支持高宏安 我支持高宏安赢了之后 我就打脸你朱立伦嘛